梁廣 張先生 今天你飛去哪裡 今天厲害 今天我們由紅磡飛去灣仔 我們在紅館飛去會展 歷程很短時間 因為現在有董鐵線 這次將年初的演唱會 在紅館演唱會的旅程 我們以灣仔會展 去作為今年在音樂會上 給自己的一個小的驛站 中間停一停 因為年初開完演唱會 我們5月開完第二回合的20週演唱會 後來有些朋友提議 演唱會好像有很多以前的歌還沒唱 既然粉絲又想聽 我們就不如轉一個場地做另一個模式 其實我20週年是給自己的一份禮物 所以年底的演唱會 也算為20週年紀念之旅畫上一個句號 去年和我的觀眾一起過聖誕節 今年再和大家一起過聖誕節 之前一路很多歌迷他們的呼聲都是一個sidetrack演唱會 我覺得sidetrack固然之重要 因為其實他們可能沒有音樂影片 或者公開表演的場合唱得比較少 但我覺得也不想一個演唱會只做sidetrack 所以今次你的show 主要是有很多以前在演唱會裏面 比較少甚至還沒唱過的歌 但這次也會將一些 例如我Dahlia系列的一些 呼聲比較高的歌 我們都會將它擺放在演唱會裏面 而今次我想想 我都很多年沒試過做自己的演唱會 是做end stage 即是三面台 我們今次做三面台 因為是可以給觀眾在聽覺上最好的享受 最像在家裡聽Hi-Fi 所以我覺得今次這個演唱會 真是以歌為由 就和紅館的那種四面台 很多表演 紅館的演唱會是需要一個劇本的 但是今次我們在會展的這個演唱會 就是一個以音樂為藍本 真是由歌出發 用好的sound engineering 用好的作品 好的arrangement 讓大家好好地去聽盡興唱歌 Revisit 也是趁著這個時間 終於在三年多的疫情之後 很多不同的地區 他們都開始放寬這個疫情隔離的條例 令到很多朋友可以出去旅行 終於可以飛了 大家看到我今天都是坐在一部飛機上 去拍攝我們的演唱會的宣傳 Revisit這個字就是再去遊覽一些地方 或者是故地從游 而在音樂上面亦都說 有些歌 有些回憶 是我很久沒有去觸及的了 譬如我們今次去做一些 將以前的sidetrack 或者以前的歌 重新去做編曲的時候 又會想回自己 在那個年代的生活是怎樣 自己錄這首歌的時候的感受 或者那個階段的自己是怎樣 所以這個Revisit有很寬闊的含意 就是無論是對人 對事 對回憶 對青春 或者對那個階段的自己 很多很多的經歷 其實都是一個 重新用自己現在現有的歷練 去游覽一番 我相信我的感受會很不同 還有今次的演唱會 他都很需要我的觀眾跟我一起去Revisit 一起去遊歷 當大家跟我一起成長 見證著我的成長 然後用這些音樂去緩醒大家的回憶的時候 我相信就是對我的20年 整個Event 是一個最好的作結 我整個疫情當中都沒有飛過 三年 我今天在機槍裡面 覺得很陌生的感覺 很期待 是的 一做完這幾個演唱會 我就會飛去 就會去玩 但是我覺得留在 就是 三年沒有飛 固然有很多對旅行的抑壓 很多 很掛著很多不同的 以前自己經常去旅行的地方 法國、日本、泰國等等 但是我覺得不飛也有不飛的好 的確在這三年裡面 花了很多時間去遊歷了很多香港的地方 看到很多這個地方本身很美很美的風景 我覺得疫情教了我們很多很多東西 包括人和人之間的相處 對一個地方的感情 對自己的工作上的考量 因為那些人和人之間的回憶 突然變得很珍貴 所以這次Revisit這個主題 其實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意思 有一種是期待你回來Revisit這個地方 又或者是我們飛出去 去Revisit一些我們以前曾經去遊覽過的地方 一些共同的回憶 所以我覺得這個Show 比起我上一個年頭的演唱會 是很不同的 上一個年頭的演唱會 大家會覺得它的題材相對比較heavy 但是這次由於我們又是聖誕 又是新年又是飛得 所以會開心很多 還有我們這次都很等本 雖然現在對舞台的規例會多了 但是我們都會在技術上 可以做到的情況下 將最美的Visual 最美的音響效果 帶給我的觀眾